香港新冠肺炎确诊案例过去两周升幅超过三倍 港府星期日开始实施俗称禁据令的防疫新措施禁止四人以上在公众场所聚集 而警方星期二援引新措施控告参与831事件七个月流水市献花活动的市民被质疑打压集会和公民自由 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 请他介绍防疫措施实施之后的最新的情况 汤慧云你好 香港警方星期二晚上引用防疫新措施 通告参与太子地铁站流水市献花活动的市民 当时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对 因为香港从3月中开始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第二波感染的状况 然后政府以确保这个慎招距离为理由 从礼拜天就是3月29号开始实施了就是说防疫新措施 禁止四个人或者以上在公众地方聚集 然后就是说礼拜天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流水市的集会当中 流水市的献花活动当中 就是民主党的社区主任陈宝明 就是对美国基因表示他在参与这个献花活动之后 经过了一个餐厅门口的时候 就被警方拦截 然后跟另外四个跟他完全互不相似的一些市民 就被警方一起的那个搜查 然后之后就是警告他们已经就是超过四个人以上 在这个公众地方聚集 然后会对他们发出这个告票 然后陈宝明是觉得就是说警方张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聚在一起 然后就进行这个搜查 然后警告要引用这样的新措施去进行检控的话 他怀疑是所谓的政治检控 他就说在限制市民的这样子的集会自由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心理的障碍这样 对这个新措施了也限制就是说餐厅的那个每一个桌子 不能够坐超过四个顾客 然后每一个桌子之间的那个一定要有1.5米的这样距离 而且餐厅的入座率不能够就是超过他们法定人数的一半 然后呢也规定说说所有的餐厅他们必须要对每个入座的顾客 然后进行这样子的体温检查 还有就是说要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洗手消毒的那个洗手液 这样子的一些新的措施也让一些规模比较少的餐厅造成很严重的那个营运的障碍 因为很多的餐厅他们的那个面积很小 如果说每一个桌子要1.5米的距离的话 他们几乎都容纳不了什么的顾客了 然后有一些就是说在反送中运动 支持这个就是示威者抗争者的一些所谓的泛黄的餐厅 他们也说最近呢也受到警方特别的一些的检查 然后呢就是甚至对他们在门口就是排队买外卖的一些顾客 也警告他们已经超过四个人聚集 有可能会控告他们 然后呢也对他们的就是说餐厅里面的座位 很详细的就是说要连夺他们有没有1.5米的这样的桌子的距离 然后对他们的营业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阻碍 然后这些餐厅就怀疑这个新的措施是在故意的丢难他们的 而且就是说因为发生了一个就是所谓的卡拉OK的这样子的一些群聚感染之后呢 政府也就是说在今天就是说星期一4月1号星期三就说突然间就说 宣布就是说从今天傍晚开始也禁止所有的卡拉OK 还有夜总会还有麻藏馆的这样子的一个营业14天 然后很多业者也觉得有点措手不及这样子的主持人 好谢谢唐晦云 那是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别记者唐晦云 为我们所措手介绍的最新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